這個 是我的 你不要是不是 好 你不要斷手你就放著啊 我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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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斷我斷 這件是他給我偷偷放到購物車裡面的衣服 他那時候已經跟我吵著看到這件 哈囉歡迎大家來到兔人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大家知道我們上次說了我們已經在林口買房子了 然後其實我們近日你知道人就是這樣 在家裡啊想到你要買房子之後 然後你就看著家裡的每個東西 其實就突然有個idea 我就說我們現在來整理東西 而且要斷手禮 其實我發現我們有很多品質不錯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整理一些 狀況還不錯 但是現在已經很少用的東西 讓我們會放在旋轉拍賣上 喜歡的人可以用遮蔻麻免運帶回家 讓物品可以再利用 達到堅能減碳愛地球的功能 老師 我想問一下我們這次斷手禮的就是 就是標準大概就是怎麼樣 他有點擔心 我會想說會不會就是 拿起來這個 然後你就用不到 然後就丟 用不到就放在裡面這樣子 對啊就是這樣 要不然你以為斷手禮是什麼 所以我等一下會有一種 零肉分裂的感覺 就想到哇 這東西我要跟他 對對對 這是斷手禮的難處跟 你要堅持的地方 好沒關係我覺得 既然我們要脫胎換骨到一個新的地方 我想就是整個對物品也要有相同的感受 好我們來去斷手禮 看到這盤錶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買錶 然後我覺得好像應該要整理一下 這個 是我的 你不要是不是 好 什麼意思 你不要斷手禮就放著啊 我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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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ad 我不想賣 但是被我老婆強制要買的 因為他說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台他的平板了 所以我的平板就要拿去買 對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裡整理的 都是那種比較貴重的電子產品 大家都知道我們喜歡買電子產品 唉這裡有一個很高級的耳機 是Sony的耳機 那個 這一個 對對對 這個陪伴我上班很多次 好感人喔 好 sweet 牛皮、羊皮 你看還有我的物品 好尷尬喔 好我們今天做非常非常簡易的斷手禮 然後針對的東西就是 有品牌、知名品牌 然後我們覺得狀況還不錯的 來就是挑選出來給大家 那我們現在就來介紹吧 沒錯 然後其實我這個人其實也是很那個的 就是 那個 那個就是如果東西不太好 我也不太好意思拿出來 我們就會真的直接回收掉 我真的會回收掉 然後這些東西是我們覺得說 他還可以就是再 傳承給別人 直接丟掉真的很可惜 然後現在是衣服類的 來這件是American Eagle的襯衫 差一次號是我穿的 然後為什麼我要斷手禮掉它 因為我發現我竟然不適合 不適合什麼 墨綠色 對 然後你可能這樣想問我說 那為什麼要買墨綠色 我不知道啊 就是很想買啊 這這幾乎沒什麼穿 折痕都還在 哈囉 對就是敗家的之後的行為這樣子 好啦就是把它斷手禮掉 然後它適合小隻女孩 像我這樣子的 大概155公分的女生 你說小隻 小隻女孩 小隻女孩 對小隻的 好不好 第二件 看來狼應該是有怨言想要說吧 那我就讓你好好在這個平台上面 先發表一下你的怨言好了 這件是他給我偷偷放到購物車裡面的衣服 他那時候已經跟我吵著他這件 飛行外套 我就跟他說不要你不會穿 然後事實證明我真的 沒什麼在穿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他 就是你可以理解嗎 你眼睛看誰喜歡這個東西 但是東西跟你並不這麼適合 但是我覺得會有女生就是需要他 這件是guess的 我看一下我穿起來怎麼樣 好 給大家一個比例 重點是它的表面是有那種防潑水的 所以就是在台灣這種英語綿綿的天氣 是非常適合穿著剪的好不好 就是肩膀是稍微窄一點 可是因為不太準 因為我覺得我肩膀比一般女生還要寬 就比一般一六七的女生還寬嗎 你穿起來很好看 你要不要直接接這件 不行因為肩膀太窄了 肩膀真的太窄了 來又是一件墨綠色的 American Eagle的衣服 這為什麼就是會那個呢 因為 他就是很喜歡綠色 但是他真的穿綠色不好看的一個綠色 對 You know 所以就是還是要斷舌離掉他 然後他一樣是 這件是XXS的 就跟我很合這樣 然後短板的 這一件 這兩件是Tommy的 但還記得我們去那個加拿大的時候 的那支影片嗎 蜜月旅行 然後他摸起來真的超舒服 我們兩個那時候超糾結要不要買 然後他們這兩件都是短板的 有哪一對Couple就是想接收這一套 那個情侶衣的話 就是歡迎可以來這樣 這件超新 這件就有小狼來為我們介紹了 這件是我的 大家就是介紹完之後 覺得尺寸很小的話 可以穿我的尺寸 這個是16592A Roots M號的 然後這件的話 我特別說一下這個 又是加拿大款的 但是那個是在我遇到TOTO之前的加拿大 他寫著班膚 加拿大的班膚 所以這個是地區限定款 然後這件喔 這件我看一下 這個是16084A S號的帽T 因為Roots有一些版型 我覺得是看版型版型不太一樣 這件因為比較長 這件它的衣長跟袖子比較長 所以這件我試之後 我是穿一次好的 然後這件也是非常基本款的啦 就是灰黑色的 這件是韓版的 就是有牌子的韓國品牌帽T好不好 Oversize 然後我們兩個人都可以穿 然後這件大家應該也知道 我們有一陣子很常穿它 就是可以在影片啊 還有PO文中看到這一件 因為很少穿 斷捨立 GO 來 我就是我老婆喜歡Hello Kitty吧 我最喜歡的Hello Kitty冰塊 我沒有什麼喜歡 好喜歡喔 大家都知道我都不喜歡Hello Kitty的 我沒有 我不喜歡Hello Kitty喔 沒有 在在證明你是喜歡Hello Kitty 我要跟大家說 好 這件是chocolate 出的就是帽T 然後我反正是覺得就是 Hello Kitty很可愛 我覺得這個粉很可愛 所以我就買了 我好像也是在香港買 之前也是在香港買的 因為自從我說他喜歡Hello Kitty之後 他就不願意穿這件衣服 因為他會覺得就是被說中他很難為情 好啦 以上就是衣服的部分 接下來進到物品的部分了 就我們以前都會買小B的東西 來你先介紹你的 小B的就是非常的有質感啊 這隻是小B的就是經典款手錶 它反正手錶就這一款啦 然後我那時候會選它是因為 除了我真的很喜歡買錶之外 然後我覺得它這樣很簡單然後很扁 超好搭 我只是覺得這隻錶跟著我有點可惜 因為它沒有辦法一直戴出去 可是在坦白說 我覺得它沒有那麼適合你 所以既然那麼少用的話 我們就把它斷成掉吧 然後我有一個太陽眼鏡 是我以前出差 然後去香港的時候買的 大概至於是我們早期 大概前幾支影片裡面的直播 就有一支就是他特別在介紹這支太陽眼鏡 因為我以前最大的作物名就是 如果看到喜歡太陽眼鏡 一定要立刻買下來 我買下來之後我就很開心 然後直播之後還跟大家分享 而且我超糗的 因為那一支直播上面 我在那邊瘋狂戴這個太陽眼鏡 然後它那邊播那種很走秀 還是什麼的音樂 對對對 然後但是我的那個混音機 忘了按那個loopback 所以說就是背景音樂並沒有出現 也就是我在那邊就是很搖擺很久 但其實並沒有背景音樂來襯托我 所以我就變得非常的瞎 這就是那一支太陽眼鏡 OK 然後也因為我很少用 我就覺得它很好看 然後買了之後 卻很少用的一副太陽眼鏡 所以我就把它讓出來 裡面眼鏡布都還有 它的塑膠帶很新 來喔 接下來是 我們之前就是挑上了這個DKNY的香水 然後就是很多它 因為它系列有很多品這樣子 然後我們都買了 然後結果 結果 就有兩個 比較少用 所以我們就有點把它讓出來 然後我打算是 買大送小 買大送小一起 對 就一次把它帶回家 OK 登登 兩支智慧行修表 那時候它 不知道發什麼癲 說 喔你看 這一支Galaxy Watch好漂亮 那時候廣告打好 但它怎麼看覺得怎麼樣 都覺得好漂亮 我應該擁有它 它就很好心的 就是因為我甚至要到 它就一次買兩支 想說它跟我一起帶就是一個情侶錶的感覺 然後我手機是Apple 它的手機是Apple 然後我就陪想我的Apple之後 我就覺得說 天啊匹配性並沒有非常高 一些功能並沒有用到喔 所以我還跟它說 寶貝我真的可以賣掉換成Apple Watch嗎 然後它還很好聲音跟我說 然後我就說 好啦可以啦 它覺得我應該要用到一個 我自己覺得適合的東西 才是最適合的禮物 所以我就把我那香檳精給賣掉了 因為我賣掉了沒關係 因為它賣掉香檳精 就換這一支了 它把它賣掉之後呢 它手機換回三星的Note 10 然後Note 10 它就跟我說 因為又有匹配性的問題 所以它又把我這支給凹走 凹走它強迫我用它的蘋果 看來我又換成蘋果手機了 然後我就想說 欸你很少用那個蘋果的那個嗎 我沒有很少用 我必須說 你說你要 對我要 那我就把它搶過來就這樣 而且你理由才不是我很少用 是你之前用過這支 所以你反正OK嗎 對 對我發現我還是喜歡原本的錶 然後我就是已經一個電話隨緣 有接到我就接 沒接到就算了 好以上這就是錶的故事 然後一直到現在瞎妹我呢 就覺得說 兩支錶我好像都蠻少用到 那就乾脆就是讓出來給大家用囉 既然都講到電子產品 我要再講這一個 這個是我的評判 為什麼這平板會出現在這裡呢 是因為它一開始是拿一個 iPad mini 然後那一台就很卡 卡到一個受不了之後 他就把我這台拿走 這台我那時候還有在用喔 我要說 我這有經過你的同意說 我可不可以拿走 他要把它拿走 我一說好啊 借你用 然後呢 他就把我的帳號登出 沒有我也有問過你 我可以登入我帳號嗎 你說可以 反正他就是一個惡霸的行為 他說反正你也沒有用啊 搶去用之後呢 突然呢 他生日又到了 到底有幾年生日 怎麼就在一起這麼久了 然後生日到了之後 他就自己給自己買了 全套的平板啊 就是包含那個觸控筆啊 然後鍵盤啊 一收到那個新產品之後 他就馬上把這台還給我 嗯 我現在有新的 那這台可以還給你了 然後後來呢 原本我真的有在用 但是這台被他霸佔走之後 我就真的沒有在用 等到他再還回來給我 我就突然想到說 嗯 其實我好像真的 沒有他也沒關係 接下來介紹的是 登登 這是Sony的耳機 這是降噪耳罩式耳機 這個他曾經很愛很愛過 那時候還有 我跟你講我那時候 特別跟大家介紹 我一直跟他吵說 我要買這個 我要買我要買我要買 但是殊不知呢 當我擁有他之後 我就會發現 我根本沒有什麼在用 曾經有很常用過 因為 因為我都會惡狠狠的盯著你 然後看看耳機 他就說欸我現在剛好用這個耳機欸 然後他就打開連線 然後再上去 對 蛤你說什麼 你很煩欸 對他可以按住耳朵 然後就可以聽到旁邊人說什麼 這樣希望有人可以延續他的生命 然後最重要是他有這個 是叫做那個 那個飛機上的那個接頭好不好 其實是我逼他選的啦 因為他現在的招式耳機 開始多了之後 我覺得有些功能都重複了 下一個 這是 Fuzzle的拖特寶 跟大家說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今天真的是 極度有經驗意義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是我買他 一開始是帶他 帶他上班使用的 在我前公司的時候我很常帶著他 然後後來就是我們很喜歡玩那種 喜歡用對方的東西的這種遊戲 所以我就 取了他的包 他還搶了我的包 熱鍊期就是這樣啊 在一起之後就是交換杯啊 因為我們不同公司呢 至少交換東西之後可以 就帶著對方的東西上班 好像很感受對方 好像很浪漫一樣 對啊 但是後來我發現這個包包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他裝超多東西又超難用 我覺得這個包包是所有段折裡面 讓我覺得 沒那麼心痛 然後以及會有祝福他的心情 因為你知道他已經去過太多 知名公司了 他真的去過很多公司 他去過很多公司 想出來都是上市上櫃的公司 對他去過很多公司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就是跟著他 跟新竹人再去其他的公司 就是完成他的保險 會旺好不好 這是一個大家看到會很意外的東西 這是什麼 我們曾經的公費貸 對啊 我跟大家說就是這個 最厲害的地方是 其實那時候我們會把所有 我的卡跟他的卡 只要我出去 會用到的東西 全部放在裡面 所以就等於是我一出門 這一個直接在身上 稍微厚一點點的 可悲式長夾 因為他突然發 就是他覺得 我們的東西都需要被利用 所以他去把我們之前的皮夾 就是又拿出來用了 我覺得他 趁他還很新的時候 就交給其他人 真的是很棒 行吧 那就這樣吧 那我們現在要來上架了 上架到旋轉拍賣 就是旋轉拍賣的話 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我們放在旋轉拍賣 因為旋轉拍賣 他其實是一個 滿知名的二手商品的平台 然後他的商品種類其實非常多元 他的分類其實都可以選 像是女性保養啊 電子產品啊 美妝啊 諸如此類等等的 然後重點就是 旋轉拍賣 他重視環保 然後以及二手物品的永續價值 這樣做是可以 就是減輕地球的負擔 不管你要買東西還是 刊登你 你們自己二手 就是想要斷捨離的物品 他流程都很簡單 然後甚至他還有一個功能 是可以免費贈送 然後一切流程都蠻簡單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先挑一樣商品 就是做個示範給大家看 好我們現在來上架香水啦 好 然後這個應該是美妝 香水 讚喔 名稱我跟你講我都已經 打下來了 對對對 價位 便宜賣一千塊 然後額外的郵寄費用 應該是 一百吧 好 刊登 就這樣就刊登完畢了好簡單喔 對啊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帳號 所以我們刊登的東西已經完成了 我們會把我們的 旋轉拍賣平台連結放在影片下方 資訊欄 如果說你們剛好也想要 斷捨離一波的話 也可以去下載旋轉拍賣的APP 現在註冊旋轉拍賣的會員的話 第一單免運費 然後用我們的折扣碼 Rabbit Wolf 我們要放下面 Rabbit Wolf的話 再多一單免運 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已經開始賣東西了 喜歡的可以去看喔 那就是愛地球 斷捨離 我們可以把東西給下一個需要的人 嗯 可以一起做到 然後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小分享 祝福我們斷捨離成功 下次再見掰掰